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星岛日报报道 贞观在8月16日发布的文章《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不仅令人震惊 还让该平台的账号在9月4日无预警的被停用 虽然贞观在事后删除了这篇文章 并发布了处理说明 试图平息事态 但显然为时已晚 成立于2016年的贞观 在过去的几年间积累了丰厚的影响力 累计发表过千篇文章 阅读量更是超过了一亿次 但如今 因违反网络使用者公众账号资讯服务管理规定 其微信公众号被封锁令人惋惜 而在这一切发生后 贞观并未在更新 留下了无数的疑问和讨论 究竟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西安 一个曾经被广泛追捧的知名字媒体贞观 于9月4日突然被停止使用 这一突发事件在社交媒体圈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贞观这个名字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并不陌生 尤其是在上个月发布了一篇关于一名外地女孩在西安死亡的文章后 更是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贞观在8月16日发布了一篇名为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的文章 这篇文章迅速在网路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文章中描述了一名来自外地的女孩在西安租住的公寓内意外死亡的事件 内容引人深思 令人感到悲痛与震惊 然而 在8月18日 贞观将这篇文章删除 并随后发布了一份文章处理说明 声称该文章所述事件属实 但为了保护当事人 避免事件引起歪曲解读和过度猜测 因此决定删除文章 贞观这个自媒体成立于2016年1月22日 虽然只运营了短短几年 但已经发布了超过1000篇文章 并在各大网路平台上的阅读量达到了1亿多次 在微信公众号 微博 网易号 今日头条订阅号 知乎等多个平台上 贞观都同步更新住内容 特别是在陕西省内 甚至全国范围内 贞观都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读者群 然而 就在9月4日 贞观的微信公众号突然被停止使用 根据上游新闻的报道 该公众号显示 由于违反了网路使用者公众账号资讯服务管理规定 其所有内容已被封锁 账号停止使用 尽管如此 贞观在今日头条和知乎等平台上的账号仍然存在 尚未受到影响 在8月19日 贞观发布了一份对一个外地女孩死在我出租的公寓 一文的相关说明 但之后便未再更新任何内容 而在此之前 贞观已经发布了超过3000篇原创内容 这些内容涵盖了广泛的主题 从社会新闻到文化评论 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这一突然的封号事件 让人们开始思考和讨论自媒体的运营和发展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自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监管和挑战 贞观的遭遇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显示了自媒体在信息自由和监管之间的微妙平衡 对于贞观的忠实读者和支持者来说 这一封号事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一些读者表示 失去了贞观这个他们喜爱的媒体平台 他们感到非常遗憾和失望 而对于贞观的运营者来说 这一事件也对他们的品牌形象和未来发展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总的来说 贞观的封号事件不仅仅是一个自媒体平台的遭遇 更是反映了当前自媒体行业所面临的复杂局面 在信息时代 自媒体如何在自由和监管之间找到平衡 如何在真实性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共识 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希望贞观能够在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 继续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嗨伙计们 今天咱们得聊聊一个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事 公众号贞观被封了 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说公众号被封 这算啥大事 但让你们瞧瞧这背后的故事 绝对会让你们大跌眼镜 咱们先从头说起 最近网络上疯传着一则消息 说是发布33岁考工女孩死在出租屋 这一文章的公众号贞观被封禁了 我一听这消息 心里头就是一紧 赶紧打开手机查了一下贞观公众号 嘿果然搜了半天愣是找不着这个号了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作为一个忠实的贞观读者 我可是每天都指望着看他们的推文过日子的 就在几天前 贞观还活蹦乱跳的发文呢 突然之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根据我那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 这大概率就是被封了 要封多久 什么时候能解封 那就得看天了 为啥我这么惋惜呢 说实在的 贞观这次被封可真是个大损失 前几天 人家贞观还心诚意切地主动删了那篇文章 发了个道歉声明 态度绝对是诚恳到家了 可惜这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这事跟当年咪蒙被封事件有点像 但又不完全一样 咪蒙那是纯粹为了流量乱来 大家都懂的 而贞观呢 感觉更像是无心之事 他们的文章质量挺高的 尤其在非虚构写作方面 不是那种为了博眼球乱来的 可是谁让咱这年头自媒体都得小心行事呢 讲真 现在的自媒体都挺难的 没有新闻采编权 只能做做新闻评论 说白了 就是只能评论已经发生的事 不能自己去挖新闻 很多读者让我写点什么爆炸性的新闻 我也只能贪贪手 说兄弟 我也没这许可啊 新闻的真实可靠 这是最基本的 可传统媒体报道速度慢 很多尖锐敏感的问题 他们也不敢轻易碰 记得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油罐车事件能被报道出来 背后肯定克服了不少阻力 而贞观这样的好 写的文章介于新闻和生活之间 风险就大了 哪篇文章火了 就容易招来麻烦 就像这次的33岁考工女孩死在出租屋的文章一样 如果所有媒体都能追寻并披露真实的真相 那自媒体也就不用操心写故事了 我想起哈维尔讲过的一个故事 让人挺唏嘘的 哈维尔有个朋友 因为政治原因被抓进去蹲了好几年大牢 这位朋友有气喘病 烟味一重就喘不上气 他求来求去 想换个没烟的牢房 结果没人理他 后来一个美国大姐知道了这事 他心善想帮忙 他就给自己在报社当编辑的朋友打了电话 问能不能写篇文章帮他 你猜那编辑咋说 等他哪天真不行了你再告诉我吧 意思是啥 意思就是报纸需要一个故事 气喘并不是个故事 等人没了成了悲剧 这才够格上报纸 因为悲剧能吸引人眼球 能成个故事 大家才爱看 33岁考工女孩死在出租屋事件也一样 假如不是因为死亡 假如他还活着 即便他经历和遭受的事情一模一样 这是能引起舆论关注吗 大概率是没人会关注 他的苦难能被人们看见吗 没有死亡 你关注什么 能看到什么 其实现在还有不少人生活在出租屋 地下室 甚至过接通道底下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引起共鸣 或许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也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 现在网上有些人已经开始攻击 贞观的作者 说他是吃人血馒头 事实上 作为房东的他 在全力受到侵害的情况下 还去赔钱了 这也算吃人血馒头 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试想 如果贞观的作者不写这件事 那个女孩就真的没了 就是没了 没人知道她的一生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那个女孩来说 贞观的文章 至少给她的生命留下了一点痕迹 虽然可能不完全准确 但也不应该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和劫难 真正的死亡 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那你们知道更为悲催的是什么吗 那就是 世界上没人知道 有你这样的一个人存在过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这里是楚天书 首先 我要为自媒体贞观辩护 贞观的风镜 其实反映了当前社会 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像贞观这样的自媒体 给了普通人一个发声的平台 这难道不是应该得到赞扬的吗 他们只是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 为什么要封禁他们呢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的 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封禁这种行为只是在掩盖问题 不是真正解决问题 哟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也太轻松了吧 你知道吗 贞观那篇文章 可是涉及到一个人民案呢 这种敏感事件 他们处理得这么草率 导致社会舆论大华 甚至误导了很多人 你不知道网路使用者 公众账号资讯服务管理规定里 明确规定的 传播虚假信息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这让我想起了水浒传里的宋江 也是因为一封不合时宜的书信 结果害得一众好汉上了梁山 谢奇奇 你所说的我并不否认 但你得看到 贞观在事后已经删除文章 并发了道歉声明 说明他们有自我纠正的能力 你难道不觉得 这正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再说了 封禁这样的行为 只会让人们更加怀疑政府的动机 难道我们要回到 1984那种老大哥 无处不在的恐怖社会吗 楚天书 你这简直是强词夺理 道歉声明就能掩盖事实吗 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 表面上道歉 背地里依旧是花天酒地 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 这可不是靠一句道歉就能抹平的 再说了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自媒体 贞观不应该更加慎重吗 如果随便写点东西 就能引发社会大华 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谢奇奇 我们必须承认 信息的传播确实有风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要封杀所有可能带来争议的声音 你难道忘了沙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吗 正是因为哈姆雷特敢于质疑现状 才最终揭开了真相 贞观的存在 正是给了那些被忽视的人一个发生的机会 这不应该被扼杀 楚天书 你别拿沙士比亚来唬人了 我看你是站在塔顶上看风景 根本没看到脚下的坑 信息的传播不是儿戏 尤其是在一个法治社会 贞观的行为就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虽然本事大 但要是乱来 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封禁并不是为了掩盖真相 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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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